北韓領袖金正恩早前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及去年颱風災害 導致北韓糧食緊張 外界估算北韓缺量達到135萬噸 北韓面對糧食短缺 導致大量糧食及日用品的物價飆升 大米及燃油價格相對比較穩定 但依靠進口的貨品 例如蝦糖或水果等物價 就受到外匯波動影響而飆升 例如香蕉每公斤價格達到45美元 而北韓生產的糧食價格亦不斷上升 平壤統一市場的馬鈴薯價格 近期急升兩倍 聯合國北韓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金塔立 指北韓及中國的貿易 在今年3月及4月大幅下跌90% 建議聯合國考慮取消對北韓的制裁 本書很喜歡 fuck with you 根本書很喜歡的